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在这个评比之前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健康大头条 王后娘娘你好 皇上万福惊安 我是当皇上 对啊 你当然是皇上 这边看起来最稳重 对 没错 雍正比较攻心计 但是他处事非常的沉稳 那后宫的嫔妃 真宠就是为了得到皇上的心 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因为最近有一出大陆的连续剧 非常的有名 非常有名叫做后宫甄嬛传 那后宫甄嬛传 其实演了很多遍了 但是一直都会造成一个热潮 跟前一阵子的步步惊心一样 那后宫甄嬛传里面呢 出来非常多的宫廷小点 因为那些宫女还有嫔妃 都要贡献给皇上喝的东西 大家就很好奇 皇上也会赏识他的妃子 对 然后透过那些糕点呢 有时候也能害一些人 有没有 嫔妃之间的斗争 或是香料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两个 里面这个非常有名的东西 希望大家搞懂 希望大家看连续剧之余 也能增进我们对于中医的尝试 对 然后不要乱用 对吧 好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可能大家赠宠的过程里面 就是要得皇上心 皇上就会赏识他这个极品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在后宫这边争宠的过程 恶斗里面 中药也是可以成为 这个宫斗的一个戾器 那我们看这个恶骄 那在剧情里面 就是皇帝赏识给心爱的后宫嫔妃 进补的圣品 那这个恶骄 其实它是驴皮 熬成的胶块 就是长这样子 其实它真的不便宜 这蛮硬的 对 而且蛮硬的 那它可以说是这个 以山东平阴县 东俄症所产的 这个是最为著名的 那皇上寺应该就是极品的啦 对 应该是最好的 你看它是妇科的上等良药 临床上大部分是用在治疗 像妇女胎 精痛病和一些这个内科疾病 但是它其实是有一种 这个滋阴补血 而且它含有这个多种的蛋白质 胺基酸 可以让我们应该是 这个养颜美容的一种盛品 这个胎对于嫔妃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 好 我们这个陈旺权陈医师刚好在这边 阿娇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真的是妇女吃吗 我们男生可不可以吃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如果你要当皇上你也可以吃啊 真的啊 因为你宠幸太多人了 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这个二郊啊 严格上来讲 因为它是以那个山东省的这个地方 阿娟镇镇的这个地方的水值是最好 类似我们台湾 埔里的水可以做绍星球 一样 它的水值好 第一点 第二点呢 用这个卢梨皮啊 把它熬成这个膏以后 大家都知道 我们大家都很讲究就是养颜美容嘛 事实上这里面就类似猪皮 或是鸡的鸡脚的 那个鸡脚洞 它还有的就是什么 胶炎蛋白 尤其是在怀孕的这个阶段 有些人习惯性流产 或是不容易受孕等等 那所以就喜欢在中药里面 再加上阿娇这一味 那第一个 你有时候怀孕以后 如果说容貌就变化了 皇帝当然就不喜欢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把它 这个保养 一方面 一人吃两人补 他产好像也是补血的胜品 对啊 上次我有闻过那个二胶 味道蛮新的 因为它是鹿 有那個鱸皮 鱸皮它本來就會這樣 所以現在已經把它製造成一塊一塊 那這個很簡單的飲用 就是把一塊你要稍微敲一下 要不然你要記成一塊一塊 然後放在這個瓷杯裡面 或是陶杯裡面 然後再直接沖熱開水 然後你就要像皇帝一樣這樣刷一下 或是後杯這樣 後杯這樣 然後就要喝下去 或是要沖開水 那時候有指甲出來 我們也是要跟其他的藥材一起熬耶 我也以為 所以原來還可以直接泡 它可以直接吃泡來喝 那也有人就是看你身體的狀況 你如果身體很虛 他就會用四菌子湯 這個藥水嘛 那個熬出來的藥汁 然後就丟一塊阿椒在裡面 它融化掉也可以喝 女孩子就用四物湯 再虛就用八蒸湯 對 如果現在更寒冷 手指冰冷 加十全大補 哇 十全大補加阿椒 它真的很補 所以藥中 然後不太補就是花生湯是不是 花生湯加 你不要小看花生 花生是屬於堅果類的 對 應該是不錯 不要太藐視它 今天是我們的候選的那個 候選的聖品之一 對 沒錯 好 那再接下來 那第二個又是 這個後宮都在用什麼呢 對 後宮還用這個就是社香 那麼在這劇情裡面運用 是後宮嫔妃的手果 那它可以得到皇帝的後寵 也可以除掉情敵 那被香料害得小產不孕的橋段 大家印象不是很深刻 像安平呢 給她這個本來是好姐妹嘛 就是那個環兒媽 她不是被貓抓到 她就給她梳橫膠擦 就真的是很有效果 因為她有這個活血通勁 而且是能夠這個行血 那麼把這個淤字給去掉 那她真的好之後 後來她知道她小產 原來是因為擦了這個梳橫膠 後來給她一個小碗裡面 對 對 對 就是擦那個梳橫膠 那真的後來她就抹平她的傷痕 那再來就是那個誰 那個華妃吧 華妃她不是宮中 都會點那個歡迎香嗎 對 那也就是其實 皇帝要讓她不孕 因為她怕那個年更癢會做大 然後甚至皇后給一些嫔妃裡面點的 就是有這個射箱在 那這個射箱就是虛構的功能 還是她真的會讓人家不孕 來 陳醫師 是的 射箱它本身真的是有活血化醫 那通筋止痛的作用 所以說中醫特別提到說 不通則痛 通則不痛 但是你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因為胚胎在化醫過程當中 本來就要很豐富的這種葉酸 結果你仿佛用這個活血化醫 就讓你子宮極速的收收 那如果吃下去當然更厲害了 收收 收收很厲害以後 那當然就自然會小產流產的這個情形 所以這是講得通的喔 講得通 因為但是她有提到就是說 插上去當然一定要找一個故事來演 插的沒有那麼嚴重的感覺 沒那麼厲害 沒那麼厲害 接下來每一個人都可以吃得到喝得到 也摸得到碰得到 那就是我們這些熱呼呼的食物 每一個都很熟悉 公中的一些 對 應該都是喔 像這些等等 花生湯啊什麼 好像他們後宮也是蠻常吃的 是 很常吃 我覺得酒釀應該會蠻普遍的吧 養鹽美酒釀 對 沒錯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這個健康的這個大評比 究竟哪一些這個我們冬天吃的熱呼呼食物 是符合專家的口味的 但是我們先要來介紹在中醫裡面 這個食物分成寒性 寒涼 涼性 對不對 還有溫性 到底是怎麼分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當然我們食物會分有寒涼溫熱 最重要我們要知道 我們人體也有寒涼溫熱 但是你要吃這些食物之前 先要了解自己的身體的狀況 來解我們的體質 對啊 如果你的體質是屬於寒性 你又吃寒性的那當然不行 所以我概列講一下 快速講一下 說寒性就是我早上起來就手足冰冷 然後臉色蒼白 那就體就偏寒涼 對 然後嘴唇也蒼白 然後四肢酸軟無力 小便一直頻尿 可是我們冬天手指都比較冰冷 夏天就不會 那不一樣 那就是說我概列講的就是體質 如果說是像我剛剛講說體質偏寒冷的 然後這個女孩子夜精提前來 然後經常拉肚子等等 這個時候你要吃的食物 就要偏向溫性或熱性 吃溫一點的 加一點麻油 還熱性的 這是偏熱性 這是非常冷的時候 你手足動不動 你有看到有一些人夏天的時候 也是在穿棉袄的 這個就要吃這個熱性 你腳還是很冰冷 對 那我們冬天是不是就多吃一點溫熱的食物 對 冬天就吃這個溫性的食物 就是我不管體質 我就是吃溫的這樣好嗎 溫的就比較好一點 我不管體質怎麼樣 可是都吃溫的會不會比較保險 對 比較保險這樣沒有問題 假設如果說你是火氣很大 早上起來就口乾舌燥了 滿臉通紅 然後看到人就很不爽的那個樣子 然後排便也便秘等等 這一類就是偏向熱性的體質 那熱性的體質你就要吃涼的 那叫吃涼的 吃一些瓜類 對 瓜類 所以剛剛亞方有提到 這些小米 大麥 綠豆 然後這個魚肉就是 這是我們夏天比較常吃的 你看檸檬也是屬於涼的 對 還有紅茶 對 檸檬 紅茶這一類 香菇等等 這個就是屬於含良性的 當然我們也有分 就是譬如說你氣虛 或是血虛 那氣虛血虛也可以多吃這個平性 如果你對自己身體便捷 不是非常清楚 第一件事情當然是找醫師 營養師分析你的體質 第二個 那你當然就盡量吃這種平性的 像玉米 豆漿 黑豆這類就是 豆類 五穀類的 老師我有問題 好 那請問一下 那如果說 我可以說 如果說我是這種 不曉得體質 但是我可不可以熱性跟寒性 交雜在一起變成平性 這樣吃 沒有 如果說化學結果 這麼簡單的話 那這樣就好 那就不要 不需要懂 真的嗎 真的 不是說我這樣兩邊取 就是我喜歡吃熱性 我也喜歡吃寒性 那我兩邊加在一起 就變成平性 然後就可以 其實我們滿常加的 紅豆 綠豆 藝人 對啊 因為你可以看 像花生我時候會加芥末啊 對不對 然後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會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去吃炸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想說 找一下那個心理的位置 平衡點有沒有 平衡就會先吃一下瓜類啊 對 我是覺得說 你這樣吃 只是滿足自己的口慾而已 如果真正在照護健康上面 這樣是不適合的 所以反正說 吃麻辣火鍋以後 對 我再去吃一下瓜類啊 不一定吃瓜類 所以有人說我吃麻辣火鍋喝啤酒 對 那當然會喝很多 然後又 但是那個我覺得 對身體不好 對身體更不好 你應該根據自己的體質 然後去選擇你的食物的屬性 這樣對自己的健康才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我們這個熱呼呼 抗寒食物的這個排行榜 第一個候選人是誰 好不好 來 來 我們看看 這是不是也有溫熱的一個差別 好 第一個是杏仁茶 杏仁茶 好 熱量是250到300大 大概是這樣一碗 你如果很大碗 當然熱量就相對提高 方糖幫他算算大概是5顆 那油脂的部分大概有1.5湯匙左右 那它的營養成分真的滿豐富 我想維生素E是最多的 那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美心甲 那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它維生素E 我們講杏仁所含的維生素E 是其他堅果類的10倍以上 潘老師你會推薦大家 冬天喝杏仁茶嗎 它主要的成分是杏仁 是不錯的 對 杏仁大家都知道 它屬於堅果類的 那根據科學的研究 大家都已經知道 它這個維生素E 是這個可以促進周邊的血液循環 所以因此你在冬天比較寒冷的時候 通常是血液到達不了周邊 假設你能夠促進血液循環的話 你就會覺得溫暖 第二個就是說呢 它剛剛提到 剛剛我們亞方提到 它有很多的油脂 油脂可以產能量 你不要管它是飽和還是不飽和 還是多偉大 反正它都是能量 沒有規定說好油就沒有能量 所以因此它這個能量進來以後 它在冬天可以讓我們產熱 也可以讓身體遇寒 因為冬天其實 特別對於這種寒涼體質的人來講 它的飲食確實要稍微補一下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外界溫度已經很低了 如果你再沒有能量進來的話 它無法抗寒 無法抗寒 它這個不論它的油脂 維生素E 都是非常好的事 那你已經把杏仁茶講這麼好了 那後面五個 對 可是 但是 但是我們現在比較推薦的吃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大概比較推薦的是 就烘焙的這個杏仁果 對 就不要把它做成杏仁茶 對 我們因為怕這個杏仁茶 我們曾經在健康同學會講過好幾集 喔 那個好香喔 走到邊 結果到底是 到底是香精在香還是 那個粉在香 這個我不敢講 香精 我不敢講 那另外就是說呢 你通常喝的時候 超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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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但事實上你如果吃那種烘焙的杏仁果 哪有那麼甜 哪有可憐 我還有一回奔到豬頭到 去買到那個北姓 哇 苦的個要命喔 那是男性 我那天早上 我那天早上拿了那個燕麥片 然後加了一點那個杏仁果 我想說這個很好 再加點葡萄乾啦 透懂的對不對 對 一咬 苦到不行 他不可以啊 回家 回家立刻想 把這個分開 所以啊 所以我們真的要注意一下 真的分男性 是太多那個 北姓也會中毒耶 像安平就是吃那個 他慢慢中毒生亡 還呈現在那個劇情當中 對 安平就是吃的那個北姓 然後我想起來了 他慢慢地 鬱鬱廣歡之後 他又吃北姓 他跟那個環兒在一起的時候 你看 環兒 我都還記得 沒有 環兒那時候 他們前一段是好姐妹 但後面已經是那個 我說那個場景 是他們兩個坐在一起 對 對 我們在講杏仁 我們男性的杏仁 所以高齡中更有高手 對 你看 我都還記得場景 他穿的衣服我都還記得 好 不能再講 那男性 北姓 我們是不是通常做杏仁茶 或什麼 生吃的時候應該是吃男性 對 沒有錯 我們一般通常在用營養食品方面 都以男性為主 那麼北姓是有帶有苦 有一點他在記載上是小毒 事實上 事實上這個北姓最主要在醫療上 他有定傳那個指售的作用 他同時 剛剛潘教授有特別提到 就他因為含有油脂 是有潤腸通便的一個作用存在 那當然如果長期吃 他就有可能有拉肚子的這個情形狀況 所以一般在中醫用的時候 他是對支氣管發炎 或是咳嗽 或是支氣管擴張症 氣喘等等 有這個作用 不過我要提到 可能各位如果有到美國的話 美國他有 有時候我們剛剛潘老師提到 就是說他有直接把這個 這個杏仁果 直接把它烘焙 只有原來的形狀 就比較大顆 這樣吃的話 其實根本沒有這裡面的甜 就那麼甜的味道 通通沒有 所以你也建議大家直接這樣吃就可以了 直接這樣吃比較好 天然的這種東西 只是覺得冬天這樣乾乾的 好像沒有暖到 沒錯 杏仁茶 其實它的好處真的還不錯 如果說晚上有時候冬天 很容易怎麼樣吃宵夜對不對 對 真的忍不住了 想要吃甜的 一點溫暖的甜的東西的話 其實杏仁茶是很好的選擇 因為它除了維生素E之外 它還有一個叫做所謂維生素H 就是生物素 它可以幫助就是說 比較好入睡 然後再來就是說 在那個預防弱髮這一塊的話 它是有一點功能的 預防弱髮喔 預防 但是如果你已經弱髮 要長老髮已經弱髮就算了 對對對 所以如果說比如說小朋友 如果他念書熬夜 他可能想喝一點溫暖的 然後呢 可能就是說熱量上面來講 你只要不要加旁邊那個油條 那基本上 對 不要碰碰那個油條 那它的那個杏仁的 杏仁這個熱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 可是你知道嗎 那你看喔 光杏仁就感覺每個老師 好像都給10分 那後面怎麼辦 我問一個問題好不好 這杏仁茶 當然因為沒有 我們應該要進廣告 就像你說的 就讓我問一下 好 趕快問來 因為我花錢去買了很多耶 真的啊 杏仁茶 然後我在買的時候 因為我學會會看那個 後面那個標誌 然後就是他後面就會說 他會加奶粉啊 對 那還有再加起來 那他現在也可以有糖 或沒有糖 杏仁奶粉 真的不是 我就說因為他要變成是個杏仁茶 可是他就會有拖子來 或奶粉 我就問廠商說 為什麼要加奶粉 他說口感 那我就問說 那你這奶粉是什麼品牌 是大廠嗎 可是他不會寫哪一個大廠 但是依老師 這樣OK嗎 會不會 他家其實加奶粉的意思 是要讓他有一點稠的感覺 就是說如果他奶粉的比例 加起來比較多的話 他就是稠 就是比較有的杏仁汁 喝起來比較稀 那有的喝起來比較稠一點 那如果他真的是加奶粉的話 不是其他有的美的太白粉 或是說玉米澱粉的話 那確實會比較好一點 你買新鮮的回來 自己磨 不用不用 先算榨汁雞很方便 你就說把它榨完了以後 你再稍微煮熟了以後就吃 而且你一定不會偏香 我覺得市售的真的都太香了 我們上次有做過檢驗 基本上我們自己磨的那個杏仁 根本跟那個現在市售的味道 完全不一樣 那前五個候選人又是哪一些呢 是不是真的都熱呼呼 能夠看韓呢 進廣告 趕快回來就告訴大家 歡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學會 好 熱呼呼的 我們要再來嘗嘗這個 下一個候選人 然後是芝麻糊耶 這也是他熬喝 而且是宮廷裡面必要喝的東西 你知道嗎 因為它會很甜 它會當法則 光亮 烏黑 而且它本身也有很棒的鈣質 所以後宮加菲 通常是皇帝也要賞一碗給他們 好嗎 好 來 我們來看看芝麻 這熱量看起來跟剛剛我們講 杏仁茶差不多 差不多 這樣一圍 方糖大概六顆 多了一顆 油呢也差不多了半湯匙 因為剛剛是最多一點油 那現在是兩湯匙 但是不是從這邊來扣分啦 因為等一下要看老師怎麼講 好 它含脂肪蛋白質 維他命B1 E也有 菸鹼酸等 還有這個蛋黃素 膽鹼 好 芝麻你看 它還沒有磨成這個芝麻糊的時候 是長這個樣子 你看是一串一串一串 疊上來的 我們還真的沒看過芝麻糊樹上 我是第一次看 那宇宇老師 芝麻真的是很好 那做成糊的話 你看好像都是糖是多了點 糖的問題 對 甜的問題 那如果真的有時間可以自己做 但是芝麻糊 其實我們在講 它是素食者裡面的 算是補鈣的 素食者的牛奶 這樣子補鈣的 對 如果說 因為有時候全素的人 他可能沒有喝到牛奶 或是有的人對乳糖不耐症的話 他要補鈣 那芝麻裡面 它算是堅果裡面鈣很豐富的 只是要考慮到它的熱量問題而已 好 潘老師 對 這個芝麻呢 剛剛你提到它的這個油脂啊 多了半湯匙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經常有買到什麼芝麻油啦 麻油 你買不到杏仁油很少 就是做出油了它的 因為它的油量大 所以它炸油 對 所以這個地方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熱量比較高 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剛剛我講說冬天 你吃了一點油來 是補熱量是沒錯 但是如果你吃這個 你就要小心啊 如果吃太多的話 真的會變得很胖 不然不管是好油壞油 只要吃多都會胖 所以這一個第一個 我要說明的就是說呢 它的油雖然是跟杏仁一樣 都是好油 但是因為它的油量又高它一階 所以量一定要控制這個 是第一個 否則變很胖 第二個就是說呢 它本身跟杏仁一樣 也都是差不多是 算是溫平 溫跟平這個部分 它不是屬於燥熱的 但是呢 芝麻只要炒過之後 就變得非常燥熱 就非常燥熱 所以它這個 它的屬性會因為它的動作而改變 所以有的人 把芝麻炒過以後呢 就非常燥熱了 那假設說你本身是燥熱的人 這冬天絕對不能夠再吃這個 那芝麻 那芝麻糊應該都是炒過的芝麻 所以我就 所以我才提出來 所以我才提出來 給你講說如果有炒過的話 這時候你 比如說 比如說舉個例子來講 我這個喉嚨發炎 我化多了 我再吃這個我就更痛 更痛 我就更痛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說呢 它本身除了剛剛講高鈣之外 它鐵也不少 鐵也不少 心也不少 所以才會跟頭髮烏黑啦 有沒有 大家不是講說 有人講說年紀大的人白髮吃點這個芝麻 還可以 還變黑 那我是覺得那個比例很低啦 可能有啦 但比例很低啦 但是不管 它就是因為含辛 含鐵 含鈣 非常高 那在中醫裡面 這芝麻是不是也常識 養生的聖品 沒有錯 但是我要特別聲明 剛剛潘老師有提過 現在不一定是黑芝麻 你白芝麻跟黑芝麻 同樣效果一樣 低點 所以你看哪一個便宜就去買 哪一個就好 可是黑芝麻 真的 但是因為我們中醫有形象寫說 黑芝麻覺得說是對 烏烏黑的 這一個 不過剛剛潘老師特別提到的就是說 你這個芝麻 千萬不要用炒的 你要把它烘乾以後 一定要磨碎 才能把那個成分 這樣成分才會佔 所以在中醫裡面 對於這個年齡比較大 那就是說 骨質比較疏鬆 然後或是體力比較差的 經常會用六味地環碗去加芝麻 用芝麻湯 然後配六味地環碗這樣子 好 那下一個候選人又是誰呢 來趕快看一下 這個是酒釀芝麻湯圓 這已經又有芝麻了 還加了湯圓 還加了酒釀 如果妳吃到那個酒釀 真的很會釀 而且我們小時候 爸爸媽媽給我們吃酒釀 為什麼 不是暖呼呼的身體 是妳知道 它那個酒釀 酒釀它那個裡面的元素 會讓我們皮膚碰沸 皮膚碰沸 但是瑞琳妳看一下 很補很補的 它這個方糖這麼多 可是我沒有 我沒有碰到這裡 而且妳看這邊大概 20顆喔 沒有 方糖是20顆 可是妳看這個550大卡的話 它這邊大概 我看一下大概1 2 3 4 5 5顆 沒有我剛剛講酒釀 我沒有講芝麻湯圓 6顆 好來先看一下 這個油量稍微 大概是沒有剛剛那個 那麼多 芝麻那麼多 是1.5湯匙 那營養呢很重要 含豐富的活性抑菌喔 好取酸跟這個 由米麴發酵而來的各種酵素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 因為發酵過 這個酒釀是酵素 營養好像也真的不錯 湯老師 這個酒釀我們偶爾也會吃 尤其冬天的時候 那酒釀湯圓真的很好吃 感覺還好像喝了一點酒的那種味道 因為它發酵了嘛 全身真的熱呼呼的 那酒釀它有什麼樣的營養 這個酒釀的做法是把米先蒸熟 蒸熟之後我們正常人是不是就直接吃進來了 那如果妳要吸收它 是不是妳自己的消化道 要能夠把這蒸熟的米消化掉 但是如果說妳蒸熟的米先讓細菌吃 那就差很多了 為什麼呢 因為細菌吃它的那個過程是吃得非常的細 所以因此把這個米裡面的原來的這些好的營養成分 先把它切成小分子 那所以妳吃進來的時候 它就非常容易吸收 這是第一個好處 就是說呢 妳的腸胃道吸收的能力 不會比起這個菌幫妳分解後吸收能力來的好 所以這第一大好處 第二大好處是 這個菌去吃了這個米之後呢 它本身會產生一些代謝物 這些代謝物又是很多的營養成分 被妳吃進來 就是菌發酵之後的產品 當然包括很多的 比如像維生素 像維生素K等等的 它就可以產生 那所以因此呢 這是第二個好處 就是菌所產生出來的好處 妳原來沒有的 對不對 那第三個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菌本身 它就是個好菌 因為如果它是個壞菌的話呢 它這個 這個米啊 就變成發酵 就發霉爛掉了 它就是因為好菌 所以它不是發霉嘛 那就是叫發酵嘛 就壞菌叫發霉 好菌叫發酵嘛 所以這個菌 如果吃到肚子裡面來不得了 那就是維生菌 妳不是每天都在吃維生菌嗎 不用吃酒釀就吃維生菌 所以像我都怎麼弄呢 我媽媽做好的酒釀 做好了以後不是就要冰到冰箱去了嗎 對 我要吃的時候呢 我沒有煮 我只是用微波爐出來熱一下 所以因此 比如說它本來是四度的冷藏嘛 我大概熱到差不多二十五六度 不到三十度 因為太熱會燙嘴 就溫的對不對 那時候菌沒死 對 我吃下去 妳第二天上廁所馬上有感覺 對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分辨都浮上來 因為它就全部浮上來 因為它發酵的問題 所以這三大好處 而且非常的補 因為它的養分吸收很好 維生素含量很高 所以任何體弱多病虛弱大病 吃這個都非常好 什麼生產前後 什麼月經前後 什麼補育小孩 補育母乳 但是問題是 但是那個酒要低一點量 但是有時候我們自己發酵的 它那個酒量有時候還蠻高的 我媽媽做的那一桶 我只要吃一碗 我那天晚上 就醉了 對 就醉了 但是問題是呢 現在所有公園啊 什麼那個社團的媽媽 都要我媽媽去教 教他們怎麼做酒量 對對對 好 那希望改天我們也能吃得到 請教你一下 我回到剛剛這一張 那麼酒量很好 那因為這個湯圓很多顆 如果我們湯圓少一點吃 把湯圓拿掉 它能量就不要那麼多 那應該是不錯的 而且放糖量也會少一點 對 因為你如果說 沒有了這個湯圓之後呢 它就是等於米的熱量 但因為你還有水在裡面 所以它其實沒有那一碗飯來的多熱量 對 我們一碗飯大概差不多兩百多大卡 那如果說你這邊有水在那邊貨的話呢 可能就只有一百多 不到兩百的大卡 不過湯圓不要吃那麼多啊 吃一兩顆就好 不是 因為你酒量配湯圓 我從來沒有配過湯圓 真的喔 就是之前吃酒量 所以你看這是養生之大 我跟你講 你沒吃過 你真正醃好的 你這樣挖起來吃喔 很香 以前我還有配六 你都忘不了了你 以前我還有配六顆芝麻湯圓 而且外面的喔 來 怡里老師來補充一下 其實為什麼放糖蛋會這麼多喔 因為它其實是包括糯米跟所謂的湯圓 加起來的糖量啦 對 所以如果你的那個湯圓 其實你看那邊那個圖案是四顆 四顆等於一碗飯啦 四顆喔 一碗飯 那裡面有芝麻跟油 對 所以才會有油跑出來 所以湯 那個酒量本身其實沒有那麼多熱 本身酒量你就是算那個糯米的那個熱量 大概就是一碗飯的熱量而已 對 像這個是五顆啦 對 剛剛其實潘老師講的 其實我覺得那個酒量加蛋 它是很好的 對小朋友來講的話 是很好的一個 對 我們吸蛋就好 那中醫師怎麼看酒量 芝麻湯圓 對 酒量 因為最重要 酒量剛剛潘老師提過 它對促進我們的消化系統 非常的好 所以說有些小孩子食意不好 所以要讓吃這個酒量 但是小孩子我剛剛特別提到 那個酒靈口讓它吃少一點 對 那麼它的這個胃口就大開 胃口大開以後 你的生長激素分泌就會正常 所以你這個時候 及早讓它吃了以後 腸胃吸收功能好 那麼能量主要花育 生長版也不會那麼快 一口你要花育長高 就很快了 好 現在知道了 酒量會得高分 酒量芝麻湯圓會高很多 了解了 對吧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花生湯 可是這上面也加了很多那個 油條 這叫生油條 太好吃 可是我們剛剛講花生 它是屬於堅果類的 所以我跟你說 冬天很容易燙耶 對不對 你看它的熱量 五到六百 等一下就問老師 是不是加了這個油條之後 它變成六百大卡了 對 可是它方糖量不多耶 你看 一二三四五 對啊 才八顆 才八顆方糖 可是它的油脂你看 3.5湯匙耶 那成分脂肪當然很豐富 蛋白質碳水化合物 還有那個B1 B2 還有這個胡蘿蔔素 尼克酸等等 好 這個小朋友應該 有沒有看過這個肉花生 有啦 花生有啦 對 在圖裡面 潘老師 那你就推進大家吃花生湯嗎 花生 花生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一般剝殼以後 它不是有一個花生皮嗎 有很多人都喜歡把皮戳掉 但是我們健康同學 上次有特別提過 那個皮叫花生衣服的衣服 因為那個花生衣有非常多的營養成分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是要把花生衣吃下去 而且事實上 我們現在台灣還出了一個非常有名的花生 就是紫皮花生 或黑皮花生 那個也非常好吃 那那個紫皮的花生呢 比起一般我們紅皮的花生來講 它又多了花青菜 那花生湯沒皮咧 對 所以我一直在講這 你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我並沒有推薦吃花生湯 我是推薦吃一點花生 而且帶殼的花生你不論是用煮的啦 或者就千萬不要加工的 比如說它上面放了很多糖啊 或者有一些裹那個粉有沒有 裹那個粉去油炸 我看到你拿一包那邊猛吃 那不得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建議大家還是適量的攝取 就是那種新鮮的花生 包括那個皮一起吃 對身體非常好 但是這個花生湯的話呢 小弟啊 靜蟹不敏 靜蟹不敏 那潘老師還是吃酒釀好了 對 其實這個花生湯啊 你看它就是這個湯匙 三湯匙的油耶 對 是這麼大三湯匙 然後那個油條也是油 所以其實加起來就是這樣 如果你扣掉那個油條也是有兩湯匙 它這應該是加了油條的油量啊 對不對 沒有加油條會不會好一點點 我覺得古代的人吃花生湯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們天氣真的很冷淋下 如果你的甜湯裡面 如果有花生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你以花生做基底 比如說有的是花生豆花 那有的人吃花生加碰餅 你只要以花生為基底的甜湯 它的熱量相對來講 比其他紅豆湯綠豆湯什麼的話 熱量都是高的 這也是選擇標準 所以通常如果我自己吃甜 我自己在吃甜食甜湯的話 我會避開花生湯 避開湯的熱量 所以那包括熱呼呼的糙米漿 你大概也不碰了對不對 糙米我可以 但糙米漿裡面都有加花生 對 就是說上次那個人 你只要用堅果 用堅果我就願意了 那這個中醫怎麼看呢 其實花生 其實用這樣的方式 我當然不會去選它 但是如果說 如果說你剛剛成熟又拔起來以後 你就馬上把它煮開 水煮 然後再剝開 剝開以後 然後你就打牛奶 或是豆漿 早上喝 那個最重要 我小時候 我住在宜蘭 經常也連煮都不用煮 所以新鮮的花生 拔起來以後 洗乾淨把那個殼剝開 那不是很硬嗎 那花生 不會不會不會 你那個新鮮不會 剛從土裡出來的耶 很生生的耶 不會不會 那個就把它剝開 剝開 不會不會 剝開以後 那你就直接這樣吃 還是可以吃 可以吃 而且如果現在可以的話 家長有這麼愛心的話 就把它新鮮的剝開以後 你就丟到那個果汁機 加一點牛奶 然後你就把它打滋 然後把它溫熱一下 花生的我最喜歡 這個酌量吃為什麼 它可以活化腦神經細胞 促進腦神經的連結 讓你記憶力會非常的好 這樣停下來 好像又有得到一票 又加花生蹄 另外一種吃法 但得票的不是花生蹄 不是這樣 不能剝掉那個花生蹄 剛剛潘老師講的 就花生蹄非常的重要 連生蹄的都很好吃 知道了 好 那這個究竟這些 誰會得到這個老師的青睞呢 看到有的得分有的失分 另外還有兩個 這個熱烏烏食物究竟什麼呢 我們廣告回來就告訴大家 歡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學會 好 再來是誰呢 對 這個大家也很愛的 紅豆湯 那它的熱量 因為加了湯也有什麼 還有300大卡 15個方糖 那油脂大概1.5湯匙 那蛋白質糖類 B群 鐵對不對 維生素E都有 那這是紅豆它的 一個長相 田裡面是這樣子 你看摘下來就是紅紅 一顆一顆 那這個熱量是不是因為 加了這小原子的關係 對啊 我也覺得 你看油好像比較少耶 沒有像剛才杏仁茶的 油這麼多啊 那儀利老師你來講一下 那你贊不贊成 我們冬天吃紅豆湯 這個大概是所有 剛剛我們介紹裡面 大概最普遍的 對 其實 因為如果說有人要吃紅豆湯 可以啦 就是說你中午的時候吃 那我會建議它換飯量 中午的時候吃 就是把那個飯的那個量換掉 那怎麼換很簡單 就是說通常我們去買那個 紅豆湯不都有湯匙嗎 對 那你就咬你的料 大概六湯匙就是半碗飯 六湯匙也是半碗飯 就是半碗飯 你就自己這樣換掉 比如說你這買一個 就算大碗的紅豆湯 大概也就是六湯匙左右 那我們喝一碗紅豆湯 應該不只六湯匙 所以跟一個飯也差不多 是不是 還是補飯多 如果它有加那個 其實是加那個湯圓 湯圓的話 就是二十顆小湯圓 就是半碗飯 那還好 那還好 還可以吃個十顆 我可以吃到四十顆 可以吃到四十顆 其實加三五顆就很多了 對啦 太多了 小湯圓耶 對啊 什麼三五顆 那你就不要吃紅豆湯圓了 我想的是芋頭圓 芋頭圓比較大顆 對 裡面是那個 小湯圓 好 知道了 那這個潘老師你怎麼看 你平常會吃紅豆湯嗎 現在知道你吃酒釀了 紅豆是真的非常好的食材 最近我們家才把這個紅豆泡水之後呢 放到壓力鍋去做 它之後可以把它整個打散掉 就非常的鬆軟 非常好吃 那因為它本身 自己本身就有甜味 對 所以如果在家自己做的時候呢 你用壓力鍋做完之後 拿起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不用加糖 甚至如果你真的要的話呢 像我女兒她就是 小孩子愛吃甜嘛 那我是不加糖 她就加一點黑糖 加一點點 那這樣的話呢 就不會熱量過剩 所以這是非常好的食材 又為什麼 因為她對女性特別好 真的啊 因為她可以補血 然後她可以利尿消水腫 因為有很多的女性同胞 在月經來臨前 她都會驚痛 然後她會有一點水腫的現象 甚至有的時候呢 她這個身體不舒服 也不一定很想吃東西 這時候呢 你給她用黑糖啊 弄一點這紅豆湯 一舉三得 一舉三得啊 這個又行血 又補充熱量 又消水腫 心情又爽 潘老師那我看你們家 冬天好像蠻熱鬧的 好像什麼都有在吃 還紅豆磨成泥耶 你看啊 好想住在他們家 那陳醫師呢 您怎麼看 紅豆也在中醫的使用範圍 也非常的廣泛 最起碼大部分很多人 除了營養 剛剛潘老師提過以外 有一些婦女朋友 懷孕以後 最怕最擔心的就是水腫 那所以說他們就很喜歡 而且就金錢正後裙 那今後的這種 種種狀況 平血啊 投音啊 木線 因為它含的這個營養成分 非常高 不過我們要特別強調 就是說 如果你吃到紅豆以後 要特別注意 不要喝茶啦 咖啡 因為茶裡面 當然就 不要 因為茶裡面 有一個就是 而茶素是非常好用 但是它含有一個柔酸 因為它含有鐵 它會破壞我們的營養 屬愛它鐵的吸收 對 這樣一個情形 所以吃紅豆不要配茶 配咖啡跟茶 咖啡 了解了 配香絲可以 配香絲可以 好冷喔 有點冷冷的 好很冷 好我們再來看熱呼呼的 好我們再來看熱呼呼的 趕快來補一下囉 好 好 這一味不錯吧 燒仙草 燒仙草 這裡面有花生喔 我們夏天 我們夏天都喝青草茶 仙草茶 對不對 到了冬天 它就變成熱呼呼的了 那到底仙草是寒的還是 溫 仙草應該是寒的吧 對 是寒的 它為什麼 它變成燒仙草 它涼的也可以啊 熱的也可以啊 我覺得它好像都可以耶 然後讓我覺得就是 喝完了之後就是 身體也可以暖呼呼 夏天的話也可以涼呼呼 會不會它煮了之後 它那個又變了 因為你在加這些東西 好 熱量先看一下 這樣的一碗 大概有350大卡 那這也有15塊方糖 也蠻甜的喔 不過它油脂很低耶 0.5湯匙耶 那你看它的有膳食纖維 蛋白質果膠等等 仙草是長這個樣子喔 好像那個薄荷葉喔 這個就是啊 鮮草乾了 這個拿來煮一煮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那在這個熱量的部分 它油量為什麼那麼少 好像燒仙草真的熱量比較少 對 但是如果我們加很多配料 恐怕熱量也會高起來 油脂是來自於那個花生 就是我們加上去的花生 那如果不加花生呢 可是都要加耶 其實燒仙草啊 在我們一般減肥的人裡面來講 如果你吃單純只有吃燒仙草的話 是很好的 因為它熱量很低 但是錯就錯在於 每加一個料 就是因為通常都要加料嘛 對不對 你看這配料多好看 哇 對不對 對啊 這個都是我愛的 大豆紅豆 已經凝固了 您在桌上 這是真的燒仙草才會凝固喔 我有一次買的 這是不是真的燒仙草 因為正常會涼的 它會變成凍狀 火凍狀 對啊 有一次我買的話 它怎麼樣都變成水狀 但燒仙草好吃 還真的要加配料 對 還需要加那些 所以不要加花生 加四樣 加四樣要 就是等於一碗飯 加什麼 比較好 你只要加比如說 像芋圓 芋頭 大紅豆小紅豆 你只要選四樣 等於是 就一碗飯 平均大概就是一碗飯 所以如果我們晚飯以後的甜點 是燒仙草 說天氣晚上好冷 那你再吃兩餐啊 又吃了一碗飯 對 那也是不少 但是燒仙草本身熱量很厲害 因為它果膠 所以它熱量其實很低 陳醫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仙草啊 是不是就是青草啊 那也是重要的一種對不對 它是算我們台灣的 這個本土的一個草本植物 那麼它最好用 是因為它兩方面都可以用 在夏天的時候 如果我們要口乾舌燥 容易這個火氣大啦 睡眠不好啦 這個時候單純喝這個燒仙草湯 你不要再加其他有的沒有 加微量的這個糖 那你喝的話 像小孩子就熬夜了 要連烤等等的喝了 因為精神就會很好 到了冬天 因為我們怕人嘛 所以把這個仙草 就把它煮過 煮過以後就會去加 煮過它的性改了是不是 因為所有的藥物經過炮製足夠 都會有歇息的改變 那如果到冬天的時候 你因為有些也是會熬夜吧 那或是這個 像你們看真黃傳看得太晚了 火氣大了 那你當然這個時候 還好今天要演完 真嘴巴破掉了 真嘴巴破掉了 這個時候真的是燒仙草 因為你太冷了 冰冷不好嘛 所以這個時候把它溫熱 來喝的話 你也不會發胖 然後如果說你覺得說 能量不夠 你肚子餓 可以酌量加任何的一種東西 都不要太多 都不要太多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是念書的人 我很鼓勵你在這個冬天的話 燒仙草加一點花生 我剛剛特別強調 新鮮的花生 然後直接煮過以後 它真的是讓你過目不忘 肌力就很好 頭腦清晰 這非常好 我知道冬天為什麼常常會變胖 真的是我們加太多料 本來每一個單看都不錯 但是總覺得好像很單調 還少了 東加西加的 加油條 油上加油 用很多原化的食品好嗎 這就是我們的觀念 只有單一食品 就覺得很boring 無聊 對 不是 你吃著冬天 你暖身體還要暖心啊 當然啊 總覺得好像乾乾醬黑黑一碗 好像沒什麼 只要加一點彩色 這樣黑就好像龜鈴高的感覺 對啦 當然是大家都是希望加一點 但是不得不背書 加的時候就是控制量就好 對啦 控制量 我覺得你盡量去加一些能量 不要太高 譬如說我覺得有些人要用眼過度 眼睛疲勞 你就是燒鮮草加一點枸杞 我還會加蜂蜂蜂 我會加蜂蜂蜂 你這個如果說 你加別的 對啊 腸胃不好加白木 或是加紅棗啊 你非常怕冷 熱量就少很多 對啊 四肢冰冷 你就加一點龍眼乾就好啦 四量啊 龍眼乾 狗脂 還有什麼 白木 白木 就是你要為了養顏美容 加藝人也可以啊 對 加藝人也有 藝人就不錯了 潘老師 那你平常有喝燒鮮草嗎 我跟你講啦 你燒鮮草你不加蜂蜂 不加大紅豆 那根本就吃起來就是不爽 對不對 你如果說今天你去吃個燒鮮草 所以加個枸杞 我跟你講那個生意絕對會心斷了啦 我跟你講的 所以我現在目前就是說 大家經常看健康同學 我要講實在話 就我們建議的方式是對的 但是我並沒有說大熱量的完全不吃 就是你控制 我譬如說我忍耐 我一個禮拜我吃一回 你總得讓我爽一下 對不對 不然我快樂的心情 養生六大招 第三招快樂的心情 心情不上來嘛 可是寒流通常歷時十幾天 是不是 每天晚上 感覺上都缺少了它 每天換一種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有六種啊 對啊 每次我跟我女兒兩個人 就在那邊死眼色 要不要去買燒鮮草 他說不行耶 昨天才吃過 算了 那後天不吃就是了 對對對 所以寒老師都不是你去買 是你女兒去買 我去啦一定是我去 但是我們倆先協調 大人想吃 他那店裡面 他會給你一個卡 然後他有六格 有幾點 對然後呢 就說再蓋兩格 就換一杯 對 幹嘛 對 而且一般店都是選四樣 還選五樣的 對 好意思說不要 我只要乾乾這樣子 對 他覺得人生過得很痛苦 是有青色的 對啊 而且我們喝沙鮮茶 怎麼可能五感 當然要油感 當然要加一點 對啊 還是細量 幸福 你怕胖就加蒟蒻就好 對 我不怕胖 對 我要五元六色 當然講究這個 這個口感 當然就是潘老師講的 只要講究醫療效果 就要著量加一些 像剛剛你講的 平軟果極指示非常好 對 好 那這六個裡面 到底老師們會選哪一道呢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之後 告訴大家囉 歡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學會 好 我們這裡有六個候選人 對 你看有這個 燒仙草 紅豆湯 花生湯 酒釀芝麻湯圓 芝麻糊 還有那 杏仁茶 對 如果是你 你要選誰 我當然要選這一個 為什麼 因為潘老師是有益生菌 對啊 我也是要選這個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冬天 冬天吃到這個比較少 對不對 這個都蠻常吃的 而且你看 真的它的味道 你看 哇 真的不錯 他們都選到了吃的 好我投他一票 那瑞琳呢 我選燒仙草 燒仙草 我好喜歡燒仙草 我跟潘老師一樣 好 那我們看三位老師 這個看 如果真的要選哪一個 好不好 來 一二三 請舉牌 答案令人意外 潘老師選紅豆湯 陳老師 陳醫師選紅豆湯 然後 伊莉老師選燒仙草 加紅豆 所以是燒仙草 對不對 那潘老師現在講 你為什麼選紅豆湯 我首先講就是 我投票的原因就是 我不改這六個東西 我如果再改 就可以變別的 我不改 不改的話 我覺得又對身體 熱量又低的話呢 紅豆湯是比較熱量 對 然後再加上我認為說 雖然酒量是大人可以吃 但小朋友不能喝酒 我們規定十八歲以下 不可以喝酒 那因為我總是喜歡家庭嘛 跟小朋友一起吃 我女兒如果不吃 我吃了也沒意思 怎麼選燒仙草 所以 燒仙草能量太高 只能偶爾一吃 所以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選了二 那陳醫師為什麼也是紅豆湯 紅豆湯最主要 我們在醫療上應用的 它是紅 然後就對 所以養心補血等等的作用 非常的好 而且我個人 有時候午餐就會 用這個紅豆去煮這個午餐 所以說這樣的 我覺得說我吃了 覺得自己身體健康狀況很好 所以如果要我在家 我會紅豆加新鮮的花生 沒有 陳醫生的紅豆湯加香絲 對 好可以 紅豆湯 食物最香絲 對 不知道絲誰就是 甄嬛 小三 好 來 燒仙草呢 其實這六個甜點裡面 以燒仙草如果為基底的話 它的熱量是最少的 對 有時候女生嘛 身體騎的時候來 有時候會想吃一點甜的 那加一點紅豆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那它熱量我大概幫它估起來 一碗大概就是兩百兩百五左右 所以是在安全範圍內的 那剛剛如果兩位老師選的 這個紅豆湯應該我們看 大概差不多是 兩百到三百 主要是湯圓那個 它不要加湯圓 對 主要是湯圓啦 湯圓熱量再增加 湯圓多了一點 湯圓可以適量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我們介紹這六種 我們都知道它有某些好處 有某些缺點 儘量改正他們的缺點就好 也可以每天換一個啊 我現在可以想說 方老師講 那有沒有人可以做一個 小朋友可以吃的 酒釀喔 酒釀一秒 酒釀一秒 拔小果啦 沒辦法 對 小朋友還是可以 你拔小果 你拔小果 都沒有了解這個喔 妳可以忘記那個嗎 沒有 沒有 不行喔 你拔小果 有什麼 那有什麼 你沒什麼 沒有 你沒有 沒有